2、2、1、2、3 湖北县城挖出秦国大将蒙田墓 墓中出土三把绝世宝剑削铁如泥 你看你看这个鸡个楞 宝剑出土后 专家们又在墓周围发现了大量的勤俭 上面详细的记载了蒙田的真正死因 专家看完后直呼 蒙田真爱英雄也 可有一点专家们很不理解 史料记载蒙田不是被葬在陕西了吗 为何在湖北会出现他的墓葬呢 故事要从湖北省的一个小县城讲起 这天刘大爷和往常一样下地干活 经过几天暴雨的冲刷 地里的泥土格外粘脚 就在刘大爷挥汗如雨的时候 一片空地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里的泥土为什么和周围的不一样呢 大爷心里非常疑惑 眼前的土比周围的要黑上不少 于是他拿起锄头就朝地里挖了起来 挖了几分钟后 刘大爷更疑惑了 这土不仅表面上和周围的不一样 就连下面也全都不一样 见多识广地他意识到这里不会埋着什么东西吧 就这样刘大爷既疑惑又兴奋地挖着这片泥土 十分钟过后竟然真的出现了一个类似青铜器的宝物 这可把大爷高兴坏了 他拿着宝物就回了家 不过在村子里面刘大爷属于嘴里藏不住事 一天时间不到 村子里大部分人就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大家纷纷拿着锄头就来挖宝贝了 好在村长也得知了此事 即是制止了这个行为 为了村子里着想 村长立刻将此事报告给了当地文物局 很快当地文物局就驾车赶到了现场 可现场的一幕还是让他们感到震惊 村民们已经在此地挖出了一个大坑 坑里隐隐约约显现出一些类似木头的东西 专家们立刻将此地给围了起来 然后对这些物质进行了勘测 最后经过测量 他们判断这下面有一座琴带古墓 并且规模还不会太小 专家们不敢怠慢 立刻对这座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第一步就是将这些类似木头的东西给挖出来 几个小时后 一排排整齐的原木出现在眼前 这竟然是木式的盖子 由于木头太过沉重 他们利用吊车等一系列外部力量 再将这些东西清理干净 清理干净后 一个巨大的墓室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此时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 他们即将揭开一个千古谜团 湖北挖出秦国第一大将蒙田墓 墓中出土三把宝剑 各个削铁如泥 除此之外 墓中还有几千枚琴茧 上面详细记录了蒙田的真正死因 可有一件事情专家是始终想不明白 史料记载 蒙田明明被葬在了陕西 为何会出现在湖北呢 揭开墓室上层的原木后 一个巨大的果实和黑色棺材出现在众人眼前 而在棺材的周围 琳琅满目的随葬品 看得专家们目瞪口呆 这究竟是谁的墓葬 为何陪葬品如此丰厚呢 抽完积水后 一件精美的棋鱼被专家给挖了出来 经过仔细的鉴定 专家们确定了 这就是秦国的东西 就在这时 一个专家突然大喊 真是件好宝贝 众人闻声望去 只见一个装着宝剑的剑鞘 在泥土中散发着微弱的光 虽满身泥泞 但丝毫掩盖不了这精美的做工 专家们小心翼翼地拿出了宝剑 然后送到博物馆进行清理工作 就当大家认为 陪葬品清理差不多的时候 又有一位专家 在棺材的底部发现了隔板 取掉隔板之后 他们又发现了一把宝剑 这把宝剑外面同样有剑鞘 这可惊带了众人 要知道在秦国 能拥有如此精美宝剑的人 屈之可数 但在死后作为陪葬品 同时下葬两把的更是绝无仅忧 有专家已经在猜测 牧主人的身份了 那就是秦国第一猛将蒙田 在秦朝统一六国后 蒙田曾率三十万大军 北伐抗击匈奴 一度打到了河陶一带 在成功击退匈奴之后 他又率领将士们忠心耿耿 给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 秦始皇一时间对他爱戴不已 更是将自己的长子扶苏 交给他锻炼 可就是这么一个忠心耿耿的武将 却被小人陷害 在秦始皇死后不久 蒙田就被赵高给刺死了 假如眼前这座墓的主人真是蒙田 那对于我国研究秦国的历史 绝对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专家们知道 当务之急就是找到墓志明 确定一下墓主人真实的身份 就在这一时 专家们又在陪葬品中 发现了一把宝剑 一连出土三把宝剑 这在考古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他们将三把宝剑送往博物馆 然后等待着 这三件宝物重建天日 这些精美的剑鞘里面 究竟藏着多少秘密呢 湖北挖出秦国第一大将蒙田墓 墓中出土三把宝剑 各个削铁如泥 除此之外 墓中还有几千枚勤剑 上面详细记录了蒙田的真正死因 当所有陪葬品都出土完成后 专家们打开了这座巨大的棺果 尸体的情况不出意外 已经被破坏 专家们在棺材里寻找着 可以证明牧主人身份的东西 但找来找去 也只有一个神秘的盒子 除此之外 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专家们只好一部博物馆 首先 他们见证了这把宝剑的真身 经历了几千年之后 宝剑依旧散发出凛冽的寒光 拿张纸往上面一放 就会被削成两半 就在这个时候 专家们又有了新的发现 他们打开了那个神秘的盒子 里面竟然有非常多 刻满文字的勤俭 专家们异常的兴奋 要知道没有什么 比文字更重要的历史文物了 经历过几天的破解后 他们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这并不是蒙田的墓 而是秦国一个叫做岭的男人 这个男人在生前认识蒙田 除此之外 他还写了当年蒙田真正的死因 原来在秦始皇死后 由于赵高的诬陷 蒙田被关进了大牢 此时他还不知道秦始皇已经死了 所以在大牢的他依旧非常不解 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忠心耿耿 却落得如此下场 而赵高看见蒙田在大牢里非常不老实 就告诉蒙田 秦始皇已经拿到了他造反的证据 并且赐给了他一杯毒酒 最终蒙田暴怒 然后拿着毒酒一饮而尽 一代忠臣也就此落下了帷幕 虽然这件事情的真实性还在考究 因为专家并不确定 这是不是古代民间的传说 但这三把宝剑的出土 已经给考古历史带来了众多的惊喜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